那剛剛有同學問到一個問題還蠻好的 就是說那個剛剛的這個我們第二個部分就是分成兩欄部分 那為什麼這個程式部分要把這個K後面這個改成 本來是改成R對不對 那如果沒有改成 改成R是這樣子 他就會剛好 1 2 3 4 5 6這樣放 可是呢如果你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不改成R的話 改成I的話會怎麼樣 就照原來的啊 就是說他第1次是E嘛 然後第2個還是11嘛 第3個就變21嘛 也就是說他 不會兩欄再跳一次 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要多一個R 其實主要原因在這裡 那至於說 這個地方的 R是不是唯一的標準答案 其實也不是啦 你們可以想想看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因為這個是我想到 相對是簡單的啦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要讓他 1 2 3 4這樣跳的話 那其實我們只是做了 程式只有做三個地方改 就是當他偶數地方改 然後當預設值 有沒有 從第一列開始放 然後再來就改這裡 所以其實就改三個地方 那我前面講過 程式當然最好是怎麼 越短越好 然後越直覺越好 所以如果你可以想到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你這個程式改動的幅度最小 而且能夠把這個 結果給做出來 那都是好方法 OK所以最後改完之後 他就是 1 2 3 4 那最後的話 如果說我希望 可以把這個 最後這一個 1234的這個圖表 可以不要放在 就是 資料的 右邊 OK有沒有 左邊是資料 右邊是圖 那我希望呢 就是這個地方不要放 有沒有 而是把它放在這邊 有沒有 放在這邊 所以這個就 跨工作表 把它放過來 放在這裡 這個上個禮拜有講過 甚至的話呢 我們可以不只放兩個 可以12 123 可不可以 可以啊 1234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真的就是 名符其實的dashboard 就整個全部 鋪得滿滿的 這樣OK 其他也可以 那當然 繪圖部分 期末的專題 其實我就希望說 你們可不可以做多一點的變化 有沒有 盡量 可以 其實前提就是說 讓人家很快 一目了然可以把 這個 很複雜的數據 很快的就變得很簡單 易於 解析 一看就知道 哪個地方的氣溫變化 是相對大的 OK 而且甚至 我是建議 這個中央氣象局上面的資料 當然還不只是 只有什麼 只有氣溫 其實還有所謂的降雨量 有沒有這邊還有什麼 最高 降雨量在這裡 有沒有 降雨量還有平均 還有中位數的 OK 那其實 降雨量反而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因為你會發現 冬天好像南部幾乎都不下雨 所以這個時間點好像去南部 真的是 相對感覺 會比 住的感覺 住的品質會比較好 因為你出門就不用下雨 也不用撐傘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要把 假設我要把那個 就是剛剛的圖 全部都 換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這裡的話呢 跟上個禮拜一樣 第一個 我們主要呢 就是 記得把按鈕是放在 另外工作表上面 OK 所以這邊 第一個 按鈕是放在哪個工作表 那所以 也就是說呢 以這個工作表當成是基準 那如果是 別的工作表的話 記得喔 你要跟他講說 他在哪個工作表 所以會需要用到一個物件 叫 SHITS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主要是改幾個地方 一 請你改什麼呢 把剛剛的程式 把它複製貼過來 來改就可以了 所以 這個程式部分的話呢 其實主要改 這個叫什麼 我把它後面加一個底線 叫跨工作表 那實際上你可以把這個程式呢 從那個什麼 剛剛的全部側站 折線圖2 直接把它複製過來 假設我放在下面好了 那改哪些地方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當你現在RUN的話 會有 位置 我們就不需要 放在O了啦 因為其實 可以從A開始放 因為這邊的話 其實蠻空的 所以我假設 我就不要放在O這邊了 因為放在這邊怪怪的 這邊 我先要放A 所以 A然後250 然後放在下一個 再下一個 所以呢這邊的話其實第一個 你可以把他的位置 改一下 改什麼 把O改成A OK 這個第一個 所以你看 這邊有一個 所以呢 裡面只要看到 這個 他的做 標是 A O的部分 你就把它改成 A 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它放在 A欄 這個位置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當你現在執行的話 應該 可不可以跑 應該可以跑 只是說裡面 它跑出來裡面是空的 為什麼 因為他找不到什麼 找不到資料 因為我們這邊有個叫 SET SourceData 也就是他 資料在哪裡呢 在Range的 A1到 可是你會發現 A1到 M1裡面是空的 所以他變成抓不到資料 所以 有個關鍵的地方 第二個點 就是你要告訴他說 我這個資料 不是在我現在工作表裡面 而是在哪一個工作表 在我 這個其他工作表 當然其他工作表有幾個方法 告訴他 就是說呢 我的工作表 我現在是放第二個 所以我放在第二個工作表裡面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我放在的是什麼 製作圖表2裡面 兩個方法 那寫的部分 記得 請你在Range 前面加上一個物件 叫SHITS SHETS 然後刮符之後的話 給他數字 index2 我是放在第二個 所以如果你是放第一個的話 那記得你要用1 OK 這樣的話 他就知道說 你的資料原來是在 這個 順序第二個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這裡面 改成他的名稱 比如說把這邊改成 會 我的名稱叫 製作圖表2 那我就再把製作圖表2 放在這裡面 記得前後加雙以號 放在這裡 這樣也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底下這邊也是一樣 Range 所以這個地方一樣是Range 記得 只需要改哪裡呢 改那個SatSourceData 的後面這邊就可以了 其他的Range不用改 其他 因為基本上都在 我們現在的工作表裡面 所以 不需要 去改 只有 在那個SatSourceData 這個地方需要改 其他不需要改 好 那改完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 大概就改了兩個地方 一個是把O改成A 一個是把SatSourceData的這個 後面的Range 加上哪一個工作表 OK 那麼完成之後一樣 把它先刪掉 然後按一下這個按鈕 就是Round它一下 基本上應該就完成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另外當然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1、2可以 那1、2、3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想想看 那1、2、3可以 那1、2、3、4可不可以 可以喔 不過這個地方請各位 再試試看 畫面再 還給各位一下 當然我們 期末專題 主要是希望 各位可以 加入 兩個重點 一個是 爬蟲 一個 就是 繪圖 OK 所以我希望 當然你 量力而為吧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多做一些變化 那繪圖部分的話 當然也不一定 一定 只能局限於 折線圖啦 你也可以用什麼 前面有講過 直條圖啦 或者是 圓形圖啦 或者是你想要用其他的 像泡泡圖啦 或者是 散步圖啦 等等的 其實 都可以 只要是 能夠 用很簡單的方式 把那個 這個 很複雜的數據 這個快速呈現 讓人家一目了然 的方式 其實 都可以 那可以去做一些嘗試 沒關係 甚至可以讓那個圖表 換個顏色啦 等等的 那這個當然你們可以在自行做一些變化 吼 好